好 那麼如果老師您已經加入了之後呢 您可以來這邊 您看您加入之後 下次您進來不用那麼麻煩喔 您就直接不用再找發現 您就按一下群組 有沒有發現您加入就在這裡了 所以您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的嗎 這兩個群組跟課程就是您自己的 或者是您已經選修的 發現就是還沒有被您找到的嘛 對不對 就是公開的 但是你還沒有加入的 還沒加入的 這樣老師您就會比較清楚了 所以下次您現在已經加入之後 回去 您知道登錄了之後呢 就直接點進來 這樣就OK了 就不用再做那個加入的動作 這就只有一個 那其實OneNote它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其實老師平常也可以用 您也可以把這個當作您的數位學習平台 那我的群組是比較多一點 我給您看一下我的群組是比較多一點 不小心 現在已經破百了 前一段時間才寫一篇部落格紀念您一下 前一段時間 那所以我的現在其實我所有的課程現在都放在這上面 那麼其實如果您到發現裡面的群組 你也會發現好像我的 你如果打一下我的名字 你會發現我公開課程很多 這樣老師了解了齁 所以不小心有很多資料在上面 如果您有興趣 歡迎您上來看看 不怕敲錯門 對了 請問 如果群組您進去之後不滿意可不可以退出 是的 要會進去也要會 Sayonara 好吧 不然反正在那邊也是礙言嘛 OK齁 那您進來之後我們看一下群組的操作 首先群組您進來之後會有一個訊息 就是我會公告一些訊息的資料 那包括我們今天的這個簡報 連結我都放在這裡 簡報在這邊 那有幾個不一樣的 有沒有 像這個主題 這個是上個學期在中正講的 這就是講摩克斯的部分 所以如果您有興趣也可以稍微看一看 好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真正的內容是在什麼 任務這邊 有沒有 你有很多單元 很多單元 那你要看哪一個單元的時候你就按一下 裡面那些單元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 那右手邊呢 您可以看 這裡有獎勵啦 有獎勵 這個應該是平常我們在 比較長時間的這個課程裡面 我們就有幾點 幾點活動這樣子 好 老師你如果覺得他做得不錯 你可以給他按讚啦 對不對 可以加點啦 等一下我給您看一下 那你往下走 會有相關的一些其他教材的課程 那你往下走呢 我們今天除了放在您桌面上的那些檔案以外 萬一您今天沒有帶隨身體 我都幫您準備在這裡 老師 例如發現 上兩個小時我好像要做很多事情 對啊 可是我跟老實講 其實如果您已經有了一個基礎 所謂的基礎不是說那個 而是說你常常在用 然後資料都整理好 在萬一方面要複製是很快的 是不是很快 那往下呢 您可以連到我的部落格 還有我的YouTube教學頻道 那麼我們剛剛不是都有錄影嗎 馬上就可以看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到 即播即 就是即交即放 但是至少我可以做到MOD 蛤 中華電信你沒有申請過MOD嗎 中文叫隨寫資訊 呵呵呵呵 這樣了解嗎 好 所以你點到這個 你可以在我的部落格 我的部落格會像 那個YouTube頻道會像這樣整理 我公開的演習 我們今天如果錄影都成功 沒有問題的話 我也會發上去 就是會像這樣 那你可以來看一下 我這個比如說像這個中正的 我先打開 我們剛剛有講過 就是我們錄影 是不是盡量在5到15分鐘以內 有沒有發現這樣下來 大部分沒超過對不對 應該是沒有超過的 而且其實還有一個 您要注意一下就是 我會比較喜歡老師 就是可以的話 你把標題弄清楚 這樣子 他回去哪一個地方不懂 或者甚至沒上我的客人 要看有沒有比較簡單 還是您比較喜歡邊看邊找 好 兩個小時就一個檔案 邊看邊找 反正沒有人認識我 呵呵呵 這樣是不是比較累 所以您透過這個方式 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我們要錄影 其實錄影還有個好處 你知道嗎 你可以跟自己學習 因為有些時候不小心 以前的我比較厲害 有些東西我沒有在用 或者不常用 只會忘記 我就回去看一下 以前的我怎麼教的 我就常常會覺得 以前的我比較厲害 因為那時候怎麼教那麼好 現在怎麼都忘記了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紀錄 好 那這個呢 是給您稍微看一下 那麼如果您要看我們的那個 錄影影片 您點過去 會像這樣 那因為剛傳上去 Google還沒有就是處理完 好 大致上應該是 差不多五到十分鐘 影片就會處理好 好 就會處理好 所以如果說您來這邊看一下 我在這裡 這一個 這是我剛傳上去的 那您看一下我 也寫的資料我都整理好 在這邊 這裡 給您用這種方式看 有沒有 好 它會像這樣 所以您就直接點開 就可以直接看了 那順便提醒老師一下 剛開始傳上去的時候 好 那今天有同學問到 就是他想 來 我問一下老師 你有沒有覺得 你視力沒有很好 我是眼睛度數不夠 我也不會錄這種影片給你 因為不管是YouTuber 或是我們雲端硬碟的 他雖然在右下角 有沒有發現好像是HD 可是實際上不是HD 他會用比較低品質先給你 所以 是的 你點到之後 不要相信他 我寧可再點一次 是的 好 那這個時候呢 您再播一下 應該有發現 不用帶眼鏡視力就變好 就是他想要做到 像這樣的一個 這樣OK嗎 這個還是延期之後補充的 你看 老師有課後補充 我延期後還要補充 因為有人有誤問題 我現場沒有回答出來 就是我的回家功課 看起來像我做比較多 其實我學到比較多 假做假的 所以我是像這樣的方式去做 那所以老師 如果您要看我們的這個教材 您就是像這樣點進去 然後假設你要看這一個 點開 它會另開一個新頁 好 那您進來之後呢 您看到這裡 直接 這個他直接下載了 好 我先看另外一個 在這裡有沒有 平常順便問一下老師 平常做筆記你都怎麼做 直筆打開 老師不要騙我 雖然現在有直筆 但是很多最方便的是 咔嚓 因為現在同學都不用做筆記 都咔嚓 老師你慢慢寫喔 慢慢寫 咔嚓 對不對 你就不用寫那麼辛苦嘛 來 你看一下我們右手邊 OneNote有一個好處 有沒有筆記 你可以在這裡寫 它有文字式的筆記 也有塗鴉式的 就是手寫式的筆記 好 那手寫是要按照一個擴充工序 但是呢 不管怎麼樣 這個 你的筆記可以有很多個 所以你的筆記跟著教材走 這樣了解 隨時可以再去修正它 也可以有第二個第三個 好 那如果是影片題是最好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影片題 喔 這裡沒有 下面這裡有影片題 喔 這裡有影片題 有影片題的話最好你知道嗎 因為呢 可以在這邊 如果今天我是看到這裡 我才寫筆記的 請問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好 欸 應該是0119啦 好 按確定 你的筆記 它就幫你記錄起來 所以呢 下次 萬一你看到這裡 啊 我要看一下我的筆記 啊 我要看一下我的筆記 有沒有 自動的跳回0119 我看筆記在這裡做的啊 我看筆記在這裡做的啊 好啊 我們就來看看 這樣您了解的意思 影片題 我可能在某個地方看到的啊 有問題我就記在那裡啊 這樣 OK 這個是0119的一個優點 所以您待會呢 看資料的時候就像這樣子 那麼 您知道我會看到什麼嗎 雖然這個好像跟我們錄影沒有關係 對不對 等一下您會看到喔 來 在這邊 如果您有進來看 在這裡 任務物裡面 這個老師也都可以看得到喔 我有公開 我這裡有進度 你看看 有沒有我剛剛看的 進度在這裡 看了多久 其他老師好像還沒開始看嘛 所以這邊是一片空白 這樣您了解的齁 等於師生之間是可以 有比較多的一個訊息在溝通 好 OK 這樣 老師您會不會操作的 OK的齁 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先有一個測驗題喔 那我這一段我先錄到這裡